花蓮中央市职会星期天举行的受证47周年 还有新卸任会长的交接仪式 同时还连接各区的兄弟会 募得善款180万元 要捐给花蓮在0403地震当中的受灾单位 新任的会长王文霓表示 市职会是公益性的国际社团 这次爱心捐助行动 充分发挥了人力己力 乐于助人的狮子精神 花蓮中央市职会星期天举行 受证47周年庆 会中还举行了新卸任会长的交接仪式 由现任会长甘志明 交办给第48届会长王文霓 我是中央市职会第48届会长王文霓 首先我要感谢前会长师兄师姐师嫂们的支持 让文霓传承中央会47年来的狮子精神 回馈社会服务人群 延续本会优良的传统 我想呼个口号 连结各县市还有日本姐妹会 共募得台币180万元 要捐给0403花蓮地震受灾户 因为在0403的这场地震之中 我们发现这场地震 带额让我们的花蓮的蛮多地方震灾的 受灾户蛮多的 那我们希望借由这笔捐款 然后从我们花蓮的中央市职会来帮我们用这笔捐款100万来去做社会服务 来救济到当地的社会服务 那这些钱呢也是希望说透过没有经过政府的补助款 然后他们来去找到那些没有收到政府的补助款 像受灾户 有些受灾户不符合资格 但是它是真的受灾的 那我们花蓮中央市职会会去帮我们找这些受灾户 然后把它捐赠给他们 新任会长王文霖表示 市职会是公益性的国际社团 这次爱心捐助行动 也充分发挥了人力己力 乐于助人的市职精神 旧旅会欢迎市报导 人力气概念 云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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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